好爱唠叨 就上次他来成都找我 我就说我去机场接他 结果就是我就去晚了 十分钟吧 十分钟他一出机场 十分钟你那起码有半个小时 我算着也就十分钟 你算着有十分钟 我几点我几点下机的你呢 那不知道吗 我行程表没有发给你吗 因为第一次我见他的时候 他来长沙嘛 我是比较注重一个 仪式感的男生嘛 我就买了一束很大的鲜花 在那个出口那里等着他来 我到成都去找他的时候 他就说我也要给你一点仪式感 他说我过来接我 然后第一次我等他半个小时 第二次我差不多 又等了他半个小时 因为他不准点 他嫌我啰嗦 为什么我会这么啰嗦 但是我觉得我不准点 就不准点 我就晚了十分钟 结果他就从坐地铁的那一刻 就开始唠叨 好大声地在地铁上 就大声跟我讲话 我就问一个问题吧 你想他去成都看你吗 我想啊 你有思念成何吗 估计没有 他玩疯了 一有空就去玩 这就是我说的 男生的心理 他是这么一个心理落差 我想象的是 我下飞机的那一刻 都奔到了你的怀里 我想象就是 你在那儿等着我呢 怎么你还迟到了 对啊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 那你还不来 你过来干什么 我说了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你家在哪里 但是就是因为 就这么一点小时 你觉得你有必要 就是说 我说了 把我说得那么难 是不过三呢 你多少次 一而再二而三的 这样子好不好 他除了啰嗦之外 还有什么不好 就上次 我不是花了两千块钱 买了一副墨镜吗 原来副墨镜两千块钱 你现在工资就五千多吧 你买副两千块钱的墨镜 你不觉得你有点 那我花你钱了吗 是吧 你没花我钱呢 你也不能过度消费啊 我一个月 我一个月 我现在有一万出头吧 你看我 我舍得花钱吗 我自己买了副墨镜 也就五十块钱 我觉得两千块钱 没必要啊 主要是他还要说 你看你这两千块钱的墨镜 跟我三十块钱的墨镜 也是一样的嘛 那你不觉得 这说这种话很伤人 首先你的工资 你现在只有五千多 那你俩还买一副 那照你这么说 如果是我工资 永远上不到 几万块钱一个月 是不是我就不会 用一行的东西了 我们不可以追求 高品质一点的 高品质 这永远 永远只能买 二三十块的东西 立马鲁地不就行了吗 你们俩先别说过日子 你们俩看看 你们俩这段感情 能不能活到 要过日子的那个程度 那天就跟他见面 我跟一个女生发消息 就我不该笑了一下 她就问我 聊天就聊天 你笑什么笑啊 而且是跟女生聊天 工作 我笑我都不给笑 让我哭啊 让我哭着跟别人聊天 真的真的是 然后她就查我手机 搜索那个关键词啊 就搜那个宝贝 看有没有 我给谁发了宝贝啊 没搜到 她就又搜那个亲爱的 搜什么小可爱 这种关键词 那不也没搜出来吗 没搜出来 她就说 她说我把记录 全部删干净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就没事 现在微信是有 关键词删除是吧 不是 就把记录给删了 有搜索 我把记录给删了 我以为他们增添了 新功能叫关键词删除 不是 你为什么说人都删了呢 聊天记录 因为我觉得她肯定删了 她肯定 觉得我背后有人呢 搜索没搜出来 我觉得聊天笑 那我觉得你肯定在 在做鬼事 我就觉得你鬼鬼祟祟 后来就因为这个 就开始查是吧 就开始就疑心疑鬼了 就搞得我就是 那本来我们就是异地啊 手机一想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在跟别的 那你还有男闺蜜呢 跟男闺蜜一起去吃饭的 那怎么讲了 那有男闺蜜很正常啊 你不也有女闺蜜吗 来来来 好好好 还有我孩子啊 还有一件事 是最不能忍的 就是 你要撸袖子干嘛 不是 就 我可能做情做家务就习惯了 家务 家里 家里我都是我干的嘛 但我们开头 在一起的时候就讲好了 就分工明确嘛 他就跟我说 你扫地 我托地 然后你做饭 他洗碗 就我做饭 他洗碗 因为他做饭 太难吃了 这个 但我现在也有在学啊 对 但他还是愿意学 是 但不好吃 还是归我来做吧 就是 这半年多 每次见面都是 我做饭做菜嘛 然后有一次 我做完之后 我想他吃饭 吃完了之后 他还要我去洗碗 因为之前我可能就是 我会惯着他 但那次可能就是 有点累了 我就要他去洗碗 但是那天我也不舒服啊 你也不舒服 是 你有了胃口 他了胃口 而且他特别能吃 你知不知道 我肯定不知道 我那天煮了三四个菜 还煮了差不多有 三个人的饭 我自己就吃了一碗饭 那菜全部都被他吃光了 他跟我说不舒服了 现在你是吃成了 还是不舒服 我去洗碗 我想想我都没吃饱 我想想就来洗 那你这样说你是不是觉得 你变了一开始 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没有说我吃得多呀 他的重点不在于 你吃得多不多 他的重点在于说 你压根就没有不舒服 你在这偷懒嘛 他就是在偷懒嘛 哎呀 你们这俩聊天聊的 哎 你们来我们这干嘛呀 他没安全感了 我觉得他太啰嗦了 那就分手啊 这才半年 两个人还异地 一个月就见三五天 那就是一共见面的时间 是十五天左右 就十五天彼此都不能互相装一装忍一忍 干嘛呢 也有半年多主要是 你半年多你不是见面时间也就那么几天 你们这都装不下去了 主持人都不能这么讲主要是 那怎么讲啊 主要是他也有好的嘛 好在哪儿呢 你看啊 异地 不回信息 接你迟到 就不牵挂嘛 接下来 一个女生一个人在外面 还常出去喝酒 出去喝酒 可以 你有你的权利 留着前任的照片 你也有你的权利 问题是你男朋友都提出来 这让他最不舒服的 为什么不能稍微地修正一下 至于您就算了吧 一个大男人的对吧 你那么不放心 你飞过去啊 对这段感情还是没有觉得 一定是非他不可嘛 对这段感情还是没有觉得